慈濟基金會為推廣災界護身 智慧正性的生活態度 除200多場祈福會外 活動前夕更邀請到高齡87歲的洪玉年女士 與大家分享福音 87歲的她原本可以在家享清福 但是她選擇種菜、賣菜、做資源回收 再將這些賺來的錢捐作造福人群的智慧財